哇這波賺很大喔 這波賺很大喔 那我的那個 哇怎麼這麼硬 我們全部人過來 萬獸裝的必殺沒有用喔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是開服的第58天 那我們現在課金程度是來到了24000左右 戰力是來到了將近6000萬 這個帳號如果上最高的戰力 他自動會把他排出來是6000萬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來推我們的關卡 4-17 現在推起來應該蠻輕鬆的啦 阿伯現在這個推關卡是比較休閒 比較focus在PVP的部分喔 好那我們就來無情開推了 那麼這一關的話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武當擺到後面來吧 反正對方好像沒有什麼刺客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可以提升到多少的一個%數 哇好輕鬆啊 太輕鬆啦 太輕鬆啦 我們來看一下 哇 輕輕鬆鬆鬆 OK再來下一關 欸我們就讓他自動推好了 喔這一關有這個 哇不行 自動推不行 這關居然有刺客啊 有刺客啊 那我們來把這個 放到前面來吧 來出發 OK看起來蠻順利的 接下來比較麻煩就是 那個刺客了 那個刺客有時候直接爆開 我們就全沒了 不要爆開啊 還好沒事 死了 好再來我們的第四一之十九關 那這關可能要調整一下這個站位 不然其實我們也可以讓鬼谷把這個武當丟過去嘛 對不對 之前的那個陣容 硬邦邦陣容 稍微換一下我們的這個 站位 欸不用換捏 這一關剛好刺客 剛好刺客 刺客怎麼那麼多啊 到處都是捏 有刺客的話就要上我們的六扇門 會比較穩一點 不然等一下他那個放一下必殺我們就全沒了 所以壓他頭 對 壓得好啊 這把頭壓爛 好再來下一關 下一關沒有刺客啊 哇我們的池航被秒殺了 OK我們先丟出了兩次的必殺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三次的必殺 哇直接丟出了三次的必殺 可以啊 妥妥的 穩穩妥妥的 我們稍微換一下這個陣容 哇又刺客 他很喜歡一張稿欸 他很喜歡一張稿欸 一下一個刺客一下又沒有 一下又有刺客這樣 好玩喔 故意一張稿是有比較好玩是不是 OK剩下最後一隻刺客了 沒有問題啊 直接無情的給他 碾壓過去啦 拍慶情拍慶情 來那就先不要換好了 不然等一下 豆豆欸 等一下又刺客又來了 乾脆我們就直接都放前面算了 然後把這個武當 穿一些防具有沒有 放前面可以丟三次欸 放前面比較會射欸 因為他吃到這個傷害嘛 吃到傷害之後 他的這個集氣速度就比較快 就變得比較會射了 唉唷不錯喔 所以放前面 武當的正確玩法 是要放前面是不是 比較容易會射 比較容易射得出來 射一個 打啊打武當啊 就是當我們的這個武當 把必殺技噴出去之後 然後有吃到那個天師的頂 然後再加上被打 這個整個回氣的速度就 又更快了對不對 又更厲害了 所以沒錯就這樣玩吧 然後遇到刺客我們又不用換陣容 麻煩 這邊直接給他 穿什麼加生命加防禦的 對 加生命好像比較香 比較香 比較香 出發 可惜我們今天 沒辦法提升等級 看起來穩穩的喔 齒航真的是有點厲害 其實現在你知道嗎 這推關卡已經比較沒那麼追求了 像本來如果我要推關卡的話 我就再去提升我這個持行的練度阿 但是我不用阿 我現在都已經畢業了 推什麼關卡 推關卡已經還好了 對我來說 比較重要的是打架 所以說我就要去提升這個 哇 居然被秒殺了 去提升我的輪椅起來了 要把輪椅練起來了 誰幫我的 這個 有點麻煩知道嗎 好痛喔這一關 這才幾倍戰力這麼痛阿 已經快六倍了喔 哇這個 後面的戰力加速度很快阿 一下就加很多了 OK刷到了刷到了 來直接給他刷掉 漂亮啦 好痛喔 越到七倍我覺得就算相當不錯了 越戰到七倍基本上就已經算是 不太好打了 那如果你要追求進度你就繼續嚕 嚕到十倍吧 十倍的話就 就很厲害了阿 就已經超厲害了 能越戰到七倍 我覺得七倍算是一個砍吧 越到七倍就是幾格 你現在推關的這個進度就是幾格 那如果你越到十倍 哇代表說你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然後如果沒有到七倍的話代表說 還有進步的空間阿 大致上我覺得是這樣 七倍的戰力就是一個分水嶺 哇操媽的 看我現在越戰到幾倍了 差不多 還不到五倍 所以我們那個進步的空間非常的大 我剛剛沒有看刺客在哪裡阿 兩次必殺 穩了穩了 這次丟兩個必殺 你看兩個必殺 對手就是被切豆腐而已 那zieh 可以越到七倍 那七倍的話今天我們應該可以推到 bisog 穩穩的 1000%了 如果他今天有在出什麼 獎勵 推到 超過1000%之後還有 那就要繼續推了 就沒有所謂的 畢不畢業這個問題 但是你都已經領到 最高上限的獎勵 倒是就還好 就比較還好 輕鬆一點 放置遊戲 前面真的是要乾一點 但是到後面 該休息 該輕鬆一點 就輕鬆 細水長流 不然你每天都把自己 當然也不一定這樣講 有些人就喜歡推關 那也是OK 自己拿捏一下 不要玩得讓自己覺得太累 阿伯之前有玩過幾款 像神魔三國志 我就是把自己盯得太緊了 每一天我都一定要做好做滿 一天連出去玩 放假出去玩 我都一定要做好做滿 把自己逼得很緊 我就是太追求那CP值了 一天不做 就虧多少的價值 就覺得 一天不上就很難過 但其實 這玩得很累阿 我那時候神魔三國志為什麼退坑 就是我有 那時候剛好出了一個 比較乾的活動 他沒辦法讓你 就是爽爽玩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又在忙 剛好那時候 很忙很忙的那種 變成說 某神魔三國志的任務 我打不完 我打不完 對啊 沒時間打 然後獎勵就這樣放著 沒領 領不到 然後大概那時候忙 但是我每日還是有解 但是誰的章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時候我剛好那陣子都很忙 然後他那個 又花很多時間在那邊打 然後就變成 一個禮拜沒領到 我已經 有點 有點心情不是很好 就覺得心情有點差這樣 然後結果第二個禮拜還是一樣 還是領不到 然後就受不了 就是覺得 喔這樣好虧喔 就覺得 好虧喔這樣 就退坑了 呵呵 OK 四一隻三十二終於過了 喔 很難打這關 我們一樣是把武當丟過去了 呵呵 直接賣武當欸 還好我們是剛好呢 去把了這個 六扇門給秒殺了 不然的話 六扇門只要活著 他放一個必殺我們就全滅了 非常非常難打 這個後面的關卡 真的是很多都很急車啊 一隻角色放必殺就可以把你全部給滅掉了 好再來繼續 再來繼續賣武當 職業賣武當 呵呵 OK這邊放了個必殺 看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啦 把武當換過去嘛 喔 對阿對阿 非常好用非常好用 呵呵呵 超白癡的啦 那武當會把人家彈開嘛 他彈開之後 然後又丟了必殺 對不對 幾手的彈走了 然後 剩下的人也會被這個必殺給殺死 很好用耶 結果沒上天師門了耶 所以說不一定要天師門 呵呵 如果把這個武當丟到對面的話 就不一定要天師門 但是如果你要最大輸出的話 最好還是要天師門啦 才可以一次丟兩個必殺嘛 對不對 那丟過去就不用天師門啦 所以你看 這角色隨時都會做替換的 哇 這波賺很大喔 這波賺很大喔 那我的那個 哇怎麼這麼硬 欸 我們全部人過來 萬獸裝的必殺沒有用喔 真的假的啦 這麼扯的嗎 好再來繼續 往後推 怎麼剩下鬼谷一個人在那邊呢 好可憐喔 鬼...鬼谷... 鬼谷被賣了有沒有 全部人都跑掉了 剩鬼谷這幾個人在後面 超白痴 笑死 哇全部人都跑到右邊了 又剩鬼谷這幾個人 哇好爽喔 而且武當換過來之後呢 他的這個被打之後回氣速度很快啊 很可以捏喔 很可以啊 最新玩法 彈走 有了有了 彈走了 來過來 彈走再過來 喔喔喔這誰的技能那麼帥 欸好穩喔 真的好穩喔 欸第二次必殺要丟對面吧 怎麼丟自己啊 欸話說剛剛為什麼 因為那個... 那個... 池航叫回內啊 池航叫回內啊 喔這個...這個玩法厲害喔 這個要拍影片喔 這集真的厲害喔 待會呢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這個操作是如何運作的 喔這個... 厲害...把武當丟過去這招厲害 那一定要配池航 要配池航 之後呢我們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這個厲害喔 欸怎麼... 我的那個一直吃...吃到... 一直吃到無敵你知道嗎 欸? 我的... 我的... 武當怎麼沒有過去啊 過了... 莫名其妙過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過的耶 就過了 他怎麼沒有丟我的武當過去啊 欸? 我剛剛去給那個... 鬼谷穿了個加血的 結果就不是丟鬼谷了 尷尬了 所以難怪怪怪怪的 這邊來換一下 給他穿防禦的 加防禦的 哇這丟必殺速度超級快 呵呵呵 好猛 欸? 我的武當是不是沒啦 奇怪 武當怎麼死了 這單挑贏得了嗎 欸? 怎麼扣一大哥血 他自己毒自己是不是 他的招數會打自己是不是 可以喔 那這樣過得了 好白癡阿 他是迴避太高了吧 一直迴避耶 好扯喔 還好過了 還好過了 天下會猛喔 天下會有料阿 哇你看這丟必殺速度超快 好猛喔 哇這個要拍影片 唉 這個以後就鐵三角了 齒航 武當 武當加這個 齒航武當加鬼谷 鐵三角 哇直接武當就沒了耶 OK直接彈走 你要彈得快一點啦 他有時候彈得很快 有時候彈很慢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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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丟一個必殺 哇沒有丟出第二個 穩了穩了嗎 有了有了 對 殺死那刺客 過了 去啦 欸不是阿 阿怎麼 我的武當又莫名其妙死掉啦 不過還好沒關係喔 其他人也是有攻擊 把他A死 笑死 莫名其妙耶 我的武當 怎麼死掉了 好再來第45關 45關的話 就是 會有這個 刺客嘛 那我們就把武當 放到前排來 然後不知道什麼這刺客 滑過來 剛好吃到這個武當的必殺 就死了 好再來46關呢 阿貝把這個武當 換到了上面 好 舒服 好再來47關 47關的話 有一點 小難 就是有這個人 打後面很痛 但是如果活下來的話 就可以過了 天師們如果先活下來就可以過 好再來48關的部分呢 比較棘手就六扇門 那只要讓他把這個懸賞令 掛在天師們身上 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一開始他先掛在天師們身上 就可以過了 那掛到其他人什麼 掛到武當阿 或者是掛到 此行的話 都必死無疑阿 超痛 欸 話說怎麼還沒有到下一張阿 對啊 什麼這個41張有60關阿 這麼多喔 好啦我們再推一關 給他到整數吧 到時候就整數整數的推吧 4隻50 41隻50 再推到60關 感覺這個影片會太長 這邊有這個綁架大架 我們就把這個天下會放到下面來 OK 看起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還說這一次我們就直接拍到這個 直接拍到60關 可是這個影片會超級長 會超級長 算了我們這一次就直接給他推到60關好了 直接推到60關剛好抽個整數 那以後我們拍這個推關卡 就是以一個整數整數的來拍吧 這樣大家要找也比較方便 我這一關有刺客喔 麻煩喔 有刺客喔 撐住了喔 有喔 不用換位置了 過了 刷死他刷死他 漂亮 舒服阿 好爽 哇兩個刺客喔 我要推到整數你們不要鬧阿 兩個刺客有了 一套接起來了 整個拿起來了 只是怎麼 沒有殺死人 有了兩次必殺 剩下最後刺客了 刺客要放必殺了吧 感覺會很痛耶 撐得住嗎 欸我怎麼變那麼坦阿 我覺得我好硬喔 他們有放過必殺了吧 對不對 有阿有放了耶 有這慈航真的超硬的耶 慈航必殺出來跟鬼一樣耶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兩億 兩億的血量 奶了兩億 真是厲害阿慈航 有奶便是娘 奶大便是娘 乳不拒 何以拒人心 對不對 阿這關有遠遠程就沒辦法放前面了 來 調整一下 阿 絕對壓制 來過 漂亮阿 哇這個刺客又來了 OK我壓住奶起來了 奶回來了 哇再哪一個 漂亮 哇再套兩層耶 好硬喔 好猛喔 好猛喔 世上只有吃好好 有吃好低 隊伍像個寶 哈哈 好爽 舒壓 最爽的事情 莫過於此啦 對不對 待會不會啦 好痛喔 又兩個刺客 前面來 世上只有吃好好 有吃好低 對無祥 應該不是想個包 有此行的隊伍引邦邦 撐住啊天師們 哇天師們怎麼被兩個刺客秒啦 好啦 我們今天推到這裡好了 本來想說直接到什麼 42章完結 對不對 結果這關超難的 這關三個刺客超難的 好啦 之後呢 我們再來跟大家做一個更新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